Hey guys,这里是焦作式虹桥制动器 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煤炭则是工业的粮食 在高速工业化的当下,粮食甚至比血液还重要 我国能源中总消费70%是煤炭,煤是最主要的固体燃料 以煤炭为核心源的火力发电,贡献了全国四分之三电力 然而,在煤矿作业中,制动器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煤矿环境的特殊性,普通的制动器已无法满足安全、高效和防护的需求 因此,我们必须转向更为先进和可靠的制动器技术 电力液压防暴型制动器 这种制动器不仅具备出色的制动性能,而且在防暴方面表现卓越 为煤矿作业的安全与稳定提供了潜有力的保证 我们的电力液压防暴型制动器是一种专门设计用于工业环境中的设备 它结合了电力液压技术和防暴特性 这种制动器主要适用于高度安全和可靠性的场合 例如在一爆、一燃的环境中 或者在对设备的安全运行有严格要求的生产线上 电力液压制动器通常使用液体作为传动介质 通过液体的压力来传递力量并实现制动功能 与传统的气压或机械制动器相比 电力液压制动器具有更高的精度和可靠性 并且能够实现更快速和准确的制动 防暴型制动器则是一种特殊的制动器 它能够在亦然亦暴的环境中安全运行 这种制动器通常具有防暴外壳和特殊的便积控制系统 以防止火花或高温引起爆炸 它们还经过了特殊的测试和认证 以确保在极端条件下也能够保证稳定的性能 我们的电力液压防暴型制动器具备以下优点 第一,高度可调性 电力液压制动器通常配备有精密的控制系统 可以非常精确地控制制动力的大小 和制动时间 二,易于维护 液压制动器的结构相对简单 维护和修理相对容易 此外,由于它的运行不依赖于空气或其他气体 因此它对于环境中的污染物和湿度变化也不太敏感 第三,长寿命 电力液压防暴型制动器的耐磨性和耐辅实性都非常好 可以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中长时间稳定运行 四,广泛的应用范围 无论是大型的重型机械还是机密 精密的自动化设备 电力液压防暴型制动器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它既可以用于控制机器的启动和停止 也可以实现精湿的速度控制和位置控制 然而,尽管电力液压防暴型制动器具有诸多优点 但在实际应用中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要正确安装 制动器的安装必须符合规范 否则可能会影响其性能和安全性 第二,要定期检查和维护 尽管电力液压制动器的维护相对简单 但仍需要定期检查和维护 以确保其正常运行 最后,我们要遵守使用限制 每种制动器都有其特定的使用限制 例如最大制动力 最大行进速度等 在使用过程中 我们要必须严格遵守这些限制 以确保制动器的安全运行 好了,我们这期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联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